海文公司 如市區重建局及華牟集團合法 快樂微型藝術會協辦的 《細數金色自建未來》微型藝術展 是慶回歸的首個展覽活動 6月2日至7月16日於中環街市舉行 展出100件本地微型藝術家 以工藝配合電腦科技創作的微縮模型 呈現全港十八區特色景點的過去和現在 其中一個大型的展品維多利亞港 承載了拆展人潘麗瓊對香港的愛 更包含一個彩蛋 因為這個責任這麼巨大 我就要搬到辦公室 都是有一點瘋狂的 維多利亞港是香港人的這裏 是中心中心 代表香港一定是維港 其實這裏有一個地鐵站 新開的會展站 會展對於回歸是特別有意義的 但1997年是起了會展 25年的時候 剛好拯捉回歸的前夕 就是會展站通車 做一個站出來是別具意義的 除了維港美景 作品更重要是反映港人生活變化 例如掛滿雀籠的舊式茶樓微縮模型 喚起不少人對80年代的回憶 以前的人喜歡養在 很流行的就是將那些鳥帶上擼錄 坦一中兩件 就表達當時80年代香港的茶樓的面貌 咦 為什麼會出現大量漫畫人物 還有韓劇《魷魚遊戲》入面的 《一二三木頭人》 和《001號800》 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呢 《蘭桂坊》在香港 都是一個代表性的標誌 感覺到一個很熱鬧的氣氛 所以如果做蘭桂坊 我們就很想做萬聖節的情境 最初打算做100個人都很足夠的 怎料放進去梳梁梁梁 又出不了那種熱鬧氣氛 一開了酒吧 裡面站滿人之後 感覺到起碼有個熱鬧氣氛 香港是一個很多姿多彩的地方 現在的香港都是很璀璨 每一個時代都很吸引 我都在香港